一则令人难过的消息 1961年演出自己第一部作品 春到人间 Angel Boy的毕雷诺斯 最近惊传病逝了 享年82岁 从影超过50年的毕雷诺斯 演出了非常多经典的作品 连最嘴贱的漫威英雄死士 都曾经在电影里面向他致敬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 毕雷诺斯的一生 1970年代走红于好莱坞的 美国自身男星毕雷诺斯 近期因为心脏骤停病逝 享年82岁 毕雷诺斯当年因演出《追追追》 以及《激流四勇士》等经典作品 开始在影坛发光发热 1997年更以电影《不积业》 夺下金球奖最佳男配角 创下事业高峰 除了贵为1970到80年代的 好莱坞头号巨星之外 毕雷诺斯在1972年曾为《时尚》杂志拍摄的一张裸照 更成了历史上殿堂级的经典照片之一 和《玛丽莲梦露》全自被封掀起的经典照片齐名 毕雷诺斯的演艺生涯长达60年 演出超过100部电影 去年以81岁的高龄仁丹刚 演出最后的电影明星 让影迷再次见到她精湛的演技 和荧幕魅力 毕雷诺斯外形帅气 虽然情史丰富 但只有过两段婚姻 与第二任播霸明星妻子 罗尼·安德森育有一子 而在她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 许多知名艺人包括马克·华伯格 阿诺史瓦辛格 以及莱恩·雷诺斯等 都纷纷在社群媒体 向这位传奇巨星表达哀悼和致敬